全国各省炫富,四川第一无争议,江苏让人敬佩,可新疆就有些过分了 中国幅员辽阔,南北差异很大 在这片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各省之间都有着不同的人文地理 各省也都有拿得出手的东西 最近在网上就掀起了一股各省炫富的风潮 炫耀什么的都有,今天就盘点几个比较有特色的省份 看看有你的家乡吗 先说的就是东北 东北不是一个省,但是作为中国北方的一个地理大区 我们暂且也算是一个参赛单位吧 我们平时说的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以及内蒙古东部地区 算是对中国东北方向的一个统称 总面积是145万平方公里,人口1.2亿 虽然东北三省的GDP都不来 辽宁第17名,吉林第25名,黑龙江第26名,人均GDP更长 辽宁第17名,吉林第29名,黑龙江则是到处第一 但是别看整体经济不难呀 谁要说起炫富,东北就没输过谁 说东北人炫富的利器,那就是貂皮大衣 在东北有三宝,貂皮,人参,乌拉草 东北爷们炫富的标配就是大背头涂发油 穿个雕夹个包,齐活了 有条件的再配个大金链子,那是相当的好 女人一到冬天也是,撒个娇买个雕,一身富贵之气扑面而来 别管有钱没钱,整个雕还是正经事 第二个来说说江苏省 江苏省位于中国东南沿海中心 面积是10.72万平方公里,人口7800万 别看地方小,但是江苏的GDP却排在全省第二位 妥妥的富裕大省 要说他们炫富,那拿得出手的太多了 但是他们偏偏见到偏锋 要知道江苏不仅是经济大省,还是一个学霸大省 这回他们炫富的就是江苏试卷 很多人说,江苏高考试卷都是地域级别的 难度之高,全国之首 不得不说,这个炫富让人敬佩 但是有些网友却说,江苏卷因为只考语书外 其他各省的学生还要分精力去学其他学科 江苏卷的难一点也在情理之中 不过对于一个经济大省来说 拿高考试卷炫富,本身就是一种对文化的认识 点赞了 第三个来说说新疆 新疆位于中国西南边陲 面积是166万平方公里 这里也是中国陆地面积最大的省份 与多国接壤,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新疆属于典型的地广人稀 如此大的面积,人口只有2300多万 DDP排名全国第24位 新疆炫富的是美食 虽然在全国来说,各省都有海外的美食 但是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 新疆的美食别具一根 看看这一桌子的美食 是不是有些流口水了呢 可是后来,新疆炫富的美食 似乎被一些网友给带偏了 上了这个,新疆切糕 这个一出,很多省份表示 美食这一块新疆厉害了 毕竟当年有切糕一刀 房子一套的说法 当然,这是恶搞了 新疆切糕也没有那么贵 个别事件被夸大了而已 全当个笑话吧 第四个就是广东了 广东位于祖国大陆的最南部 面积是17.97万平方公里 人口高达1.15亿 这里是全国GDP排名第一的省份 全年的GDP总量 甚至超过了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整体总量 如此强悍的经济 他们炫富的方式自然不一样 人字拖,背麻袋,钥匙挂上一串串 据说在广东 没有人敢轻坦穿人字拖的 不起眼的穿着背后 可能是一个身价上亿的富豪 商店里的店员可以不搭理西装格里的顾客 但是对穿人字拖的大衣却不敢怠慢 一旦招待不好 那整个商场的租金可能就会被提高两成啊 这就是广东最神秘的一群富豪 拆迁房东 穿着白背心 踩着几块钱的人字拖 不修编斧 广东人用最廉价的穿着 选出了最狠的富有 第五个就是四川了 四川位于祖国大陆西南腹地 面积是48万平方公里 人口8200万 四川在2020年前三季度的GDP排名是第六位 也是经济大省 更是有天府之国的美誉 如果说四川要炫富 那能拿得出手的太多了 比如同位富国的川军 海量的美食 以及如画的风景 但是他们拿出来炫富的 可不是其他省份能比的 因为他们炫耀的 是国宝大熊猫 这国宝一出 很明显压其他省份一头 因为你就是再有钱 也买不来国宝吧 其他的省份呢 还有很多 这里就不一一说了 看看你们家乡炫富的方式是什么 平民